趁着停电下手行窃 基隆一间娃娃机店 遭人撬开了对比机 偷走里头的硬币还有钞票 虽然说在店内设置了好几个监视器 但是什么都没有拍到 因为当时台店正在进行维修施工而停电 带图看转的时机大胆行窃 警方目前锁定嫌犯的身份 正在追查当中 基隆这家娃娃机店 对比机就这样遭人撬开面板 地上可以看到零钱钞票洒满地 虽然店内架设许多监视器 但根本没有用 因为遭窃当时施工停电 监视器根本无法运作 他们开店有事先跟你们讲吗 有啊 人家都有贴单子 那单子都有打 人家也有打 昨天就是这一排都没有电 所以这个老板他不知道停电 应该他都没有来啦 他都没有来看 他都没有来看 所以他也不知道停电 他也不知道停电 民众都知道停电时间 因为旁边墙上都有贴着粉红通知单 9号早上7点半 基隆警方接获报案 有一家娃娃机店 当天凌晨遭窃 当时台电维修施工 歹徒疑似就是得知停电时间 趁机犯案 警方立即锁定一名嫌犯 目前正积极扩大调位监视器 加强查器 停电期间为非作歹 虽然逃过店内监视器 但警方现在已经锁定嫌犯 扩大追查 要将趁人之为的肖小带回警局 记者蔡志恒吉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扩大调位监视区 请不吝点赞扩大调位监视器